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今天就由網友阿元介紹一個半身隱形的秘技 這個方法男性角色會比較好,女性角色會比較差 因為尺寸相差很遠,我們就跟阿元介紹 要介紹嗎? 對,究竟怎樣可以變成透明身呢? 好,首先你要買一套套裝,我們可以進去 好,我轉回第三身,進來 要買一套什麼套裝呢? 剛才剛才更新了一個打劫套裝,套裝名叫搶劫任務,戰術潛行裝 對,戰術潛行裝是嗎? 接著要買哪套? 接著按進去之後,我建議買游擊隊 游擊隊?6,850元 對,我買到了 好,我買到了 買到之後就去上衣 買上衣 好,去上衣,上衣 這裡 買到這裡 接著去到最底的工作背心 對,工作背心 買哪一套? 又選擇武功格背心就可以了 咦,對呀 我現在透明了,但為什麼有一個紫色格在胸口 後面呢? 其實那張我懷疑是我們人物的核心 對呀,是不是打破這個核心就會死人 放心吧,我們要有一個力場保護著 這麼厲害?這個理事力場還是AT力場? 這個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一個力場 挺有趣的 我現在過來看看你的胸口 因為你的胸口真的很大 好 完全是透明的,正面看 好,你先來背面看看 我先來看看 但變透明之後很過癮 你在背部看不到你的核心 我只是在前面才看到 你現在真的很有趣 你的核心在被捕中 放心吧,捕不中 應該不會死 究竟如果真的捕中這個核心會不會自爆呢? 好,我們先來看看 好,我們先來看看這個這麼神奇的核心 在背面是看不到的 另一身第一身事件就看不清楚 就是一個紫色格子 我們試試用Sniper看看是什麼樣子 現在我用Sniper試試Suma看看 好有趣的,有一格格深淺不一的格子 這個秘技真的挺過癮 人可以變透明 那男性角色就開心一點 大半個身都透明到 那女性角色就只有胸口下面一點 多謝阿源為我們介紹這個秘技 不用,不用,應該 對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新的東西都分享 不妨告訴我們 我們就會介紹給大家看 來到這裡,多謝各位收看,拜拜 今天下集中